那么今天最普遍的染污 最严重的染污是什么 电视 网络 害死人了 中国国内我不太清楚 我们在国外 特别我在美国住了十几年 美国小学一年级的学生 就用电脑了 除了他自己供货之外 他就接受网络里面这些信息 所以你看看 从小他就染污 染污变成了一个习惯 他一生都丢不开了 回不了头 这都可怕了 我的老师方东北先生 早年有一次我在他家里 碰到当时教育部 有三个官员 地位也很高 去访问他老人家 谈 传统文化佛心的事情 问他 用什么方法 能够佛心中国传统文化 他听了之后 态度非常严肃 五分钟没说话 我们大家都非常 注意用心的来听他的教会 五分钟之后 他说了 方法是有 第一个 那时候台湾有三个电视台 有台视 有中视 华视 三个电视台 电视台关闭 第二个 所有的广播 要关闭 报纸杂志都听看 这三个官员听到之后 这老师这做不到啊 这个东西天天在糟蹋中国传统文化 你要不把它去掉的时候 你怎么复兴啊 说的有道理 所以我学佛了 他们虽然没有关闭 他有权 播放 可是我也有权 不接受 我差不多有五十年 不看电视 不看报纸 不看杂志 不听官播 我每天都经历 都深信东西 所以别人问我 我每天天下太平 没死啊 你们有死 我每次 我每次 只要我们可以远离 我们就得清净心了 我们每天过的日子都欢喜啊 都清净 清净心 深深知智慧 智慧能解决问题 没有后遗症 知识不信啊 知识解决问题 后头有后遗症 而且知识解决问题是局限的 他不是圆满的 这我们不能不知道 我们并不想念 知识解决问题